在美國近日有人因為故意脫口罩向著人咳 甚至在商店舔一些貨品 被控恐怖主義威脅罪 司法部說新型冠狀病毒符合生化武器條件 不會容忍任何人威脅散播病毒 梁翠珊報道 疫情之下不少人搶救物資 但賓夕法尼亞州這間超市 就丟了總值近3萬5千美元的貨品 原來一位一個女人特意向菜、麵包、肉類等咳嗽 警方將這個女人拘捕 並為她做病毒測試 打算在她完成精神治療之後 對她作出刑事檢控 超市在未知她有沒有染病的情況下 也唯有扔了一些受污染的貨品 並且作大清洗 這類惡意行為並不止一宗 麥蘇利州26歲的男人費斯特 早前拍片舔一整排貨架的貨品 又說誰怕冠狀病毒 但根據美國司法部近日發出的備忘錄 新型冠狀病毒符合生化武器的條件 任何人威脅散播病毒 或者作為武器針對美國人 可能會構成恐怖主義威脅 費斯特最終被警方拘捕 被控二級恐怖主義威脅罪名 在新宅西州50歲的法爾科內 近日聲稱自己染上新型肺炎 刻意感對著超市店員咳嗽 亦都被控三級恐怖主義威脅 可以被判監三至五年 以及罰款一萬五千美元 有線電視記者梁翠山報導 美國超過十萬人確診新型肺炎 繼續是全球最多 總統特朗普簽署總值超過兩萬億美元的救市方案 並且宣布引用國防生產法 下令汽車製造商通用汽車生產呼吸機 特朗普在一眾官員和國會代表見證之下 簽署總值二萬二千億美元的涉及經濟方案 他形容規模是美國史上最大 向美國家庭、工人和企業提供急需的援助 感謝民主共和兩黨的議員支持 又宣布引用國防生產法 要汽車製造商通用汽車 生產呼吸機給國內醫院 他平通用汽車一直都在浪費時間 但他之後就在記者會改口風 DPA anticipations of change should demonstrate clearly to all that we will not hesitate to use the full authority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combat this crisis We thought that we had a deal with As an example, General Motors and I guess they thought otherwise They didn't agree and now they do,they do agree 特林普正式公布 由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協調國防生產法的相關工作 軍隊都會後命抗疫 又說當局會在未來100天之內 製造和採救10萬部的呼吸機 美國全國的個案突破10萬宗 醫療和防疫物資供應緊張 有組織訪問了200多個地區的政府官員 超過90%受訪者都說 地方政府不夠口罩 派給警察、消防員和救護員 另外8成半說呼吸機不夠用 繼個別州份放寬規定之後 食品及藥物管理局也容許各地醫院 將其他合適的醫療設備 當作是呼吸機這樣用 有線電視機者 李俊勒